《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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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问题 我不会大声说的 悄悄说 是因为钱少 没有其他的 就是少嘛 没有嘛 所以我就没破破 钱多了你就破破 是这样 而且从小父母就 这个真的是 你看那个太子啊 就那佛太子啊 他从小一时 我又恶福又说辞 他长大了 口袋里一分钱再在街上 他也说觉得他是太子 他没有那种贫穷的状态 皇帝太子流落到街上 你看那个电视连续集流落到的 他是拉起来 他没人给他 他忘了 但是他那种气 他就说他看见啥 没 他就不考虑 有没有钱的问题 是吧 但是我们小时候 父母 这个跟有钱没钱 有时候没关系 有时候有关系 我们的父母太 就是我们小时候 父母家里穷嘛 就教育你要姐姐啊 要有规律的理财啊 生活啊 因为父母就没钱嘛 而且父母在 抚养你的过程中 他就会 他就会 医生示范在这个家是怎么样过日子的 真的是过日子啊 我们拿钱是过日子的 知道吧 解决吃喝拉扎睡问题的 我们还没有 充分的在钱里边想 就是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 只是拿钱过日子啊 现在基本上 才处在这个阶段 解决温饱问题 如果一旦 我们连温饱问题解决不了呢 我们就很拮据的时候 我们就很累 心累心深 就觉得好像这个钱 是不是自己太早下来 一说到钱好像过不去了 是我们太穷了 知道 就是这样 不是你对钱有看法 也不是钱对你有看法 也不是你累生 也不是什么 就是我们钱少 就这样子 但是我们不可能一开始 就钱很多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 接到几个亿 我们才不会 不被钱所动啊 其实与这个目关 与父母的教育 还有父母的贫穷 知道吧 我们的父母贫穷 贫穷这回事啊 当然有钱都会付啊 但是不是 我们都是普通人 不可能一开始 我们的父母 都包括我们自己 在很小的时候 我们还上学 我们就要求家里边 有几个亿啊 都是首富啊 不是这样的 大家都是普通人 工薪节省生活 有的甚至家里很拮据啊 那大家从小都生活在一个 解决生存问题 父母都有压力的问题 父母都有压力 对金钱这件事 父母都有压力 因为有孩子啊 还要解决老人的问题 说要交房租啊 要水费 电费 真正各种 各种财米油盐 交出差 真的是养活孩子不容易啊 所以 这些问题 都会我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是吧 我们觉得这个钱 从谁下来 它就是一个 很困扰我们的问题 这个事啊 就是说觉得有钱 我们就可以搞定这些 因为父母吵架 有时候也是因为没钱嘛 而且这个世界很多人 也因为你没钱 离开你等等 那么你会发现 这个钱这个字啊 跟自己这个关系 就是很困扰 你从谁下来 从见我觉着 你就觉得钱 这个事情对自己有影响 就觉得对家庭有影响 对婚姻有影响 对爱情有影响 对你有影响 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 开心不开心 或者在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地位 对于钱可能有关 这是这个世界 这个所有的众生 给你实现出来的样子 你看到的 不是你体验的 因为你活着 你不是 有钱没钱 并不影响你的自在 只是这些 这些东西在影响 其实到最后 你被捷苦 只是不是你 真的是你对钱 有什么看法 你啥看法也没有 都是印记 你父母为钱所控的那种印记 身边的人为钱所控 身边的人追求 拜金主义啊 或者是很多人 钱是第一位的 等等这些 对你影响 知道吧 你从来没静下心来 我们需要钱 知道吧 并不是爱钱 始终知道这一点 你需要钱 但不代表你爱钱 需要钱是因为 你有很多事情要做 而且休息的时候 也没啥 就解决自己吃住行为 钱在罗位 花不了多少 虽然知道你今天也有饭吃 但是恐惧啊 外人明天没有呢 是吧 万一老了怎么办呢 是吧 这是恐惧 无形的 觉得有钱心里踏实一点 是不是 但是钱这个事情 你也不是多爱他 是吧 谁会搂着钱睡觉呢 是吧 就觉得 把钱挖 舍不得放手啊 就是不会呢 但是钱就是能给你带来 很多的东西嘛 很多你想要的东西嘛 但是其实钱意识里边 你也不要啊 是吧 你问我钱带来的东西 你多喜欢也不喜欢 所以对你来说 钱这个事情就是 所有的人给你的印记 然后让你不自在 你着想了 并且有时候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是这个世界的问题 妈妈的问题 爸爸的问题 孩子的问题 家人的问题 身边的朋友 亲人的问题 好像他们都是 看钱做事的 或者是他们 这些都给你造成了影响 但是你忘了 你始终是活在自己那儿的 因为你有所求 比如说你喜欢让他看得起你 但是我拿你 拿我举例吧 拿你举例不太方便 比如说 你想让我看得起你啊 你说 那个老师可爱钱了 你看我没给他钱 他就不理我 给你一个例子 是吧 你就会拼命的赚钱 因为你想让我理你啊 你就会不停的赚钱 要给我钱啊 你给我钱 我就理你一下 给我钱我就理你一下 是吧 然后你就 说有钱 我才能得到老师的爱啊 是不是 是你就会被钱困住了吧 其实你困你的不是钱 是老师的爱啊 你渴望用钱来买到这个东西啊 那么困你的 既然是老师的爱 你到底搞清楚老师咋爱你的吗 老师是因为钱爱你的 还是不因为钱爱你 这就是盲区 你觉得给老师钱 老师爱你一下 那老师你给他 他都要动一下嘛 他要不要 总要反应一下嘛 那肯定要动一下嘛 但是老师爱不爱你这回事 你到底搞清楚没有 拿了钱就爱 不拿钱就爱 不爱吗 如果是这样的老师 你还求他给爱啥呢 他爱 他最好别爱你 是吧 他拿了你的钱就爱你 不拿你的钱 他就不爱你了 这还算佛学老师嘛 我说这不白修了吧 老师白修了 不是你白修了 是吧 是吧 这个老师就有问题 是不是 那这个老师既然是这样子 你信他干啥 是吧 你又不是谈恋爱的 我男朋友 也是个财迷 是吧 我女朋友财迷 你为了得到他的 你举个例子 假如这个佛学老师 你是跟他学佛的 是吧 他要是处在这种等级 你就别跟他学 知道吧 千万别跟他 别误了自己 浪费青春 是吧 我是举例子 哪老师举例啊 比较 哪别人举例会去哭的 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 你需要的是什么 知道 知道你拿钱走兵做什么 知道吧 是吧 你说你走兵做慈善 我要吃很多钱 我要做慈善 那也挺好啊 但没钱 发发心就行了 是吧 做慈善对修学来讲 有才的 你看 在街上跑轮套的都知道 有才 没钱的碰个钱草 没钱的碰个人草 你没钱非得跑个钱草 是吧 你就 啊 随喜就行了 人家哪个 是吧 有钱的 来个钱 你说我随喜 我跟你是一样的 我心里很开心 我像我供养了一样 我不死了要那么开心 这是修学人的角度 随喜功的 是吧 因为世俗顿身是什么 你有 你不死了老师 你不死了到场 那个没有 心里七少八下的 觉得 他有 我没给 我是不是这样不舒服啊 诶 世俗人会这样想 所以每次我接个伴帮 我还得解释一下 不要学啊 互相 尽自己随语 这不是世约 我得解释一下 因为有人就七少八下的 你知道 心里嘀咕 嗯 老师要共养的啊 我本生活怎么做啊 随喜你啊 因为这儿 你修布施也罢 你修共养也罢 你修施舍也罢 那是你的事 你修不修是你的事 啊 老师也有可能要 也有可能不要 哎 那是老师的事啊 这个这个分清楚 那是你修行的需要 跟老师无关 知道吧 世俗人就是要么七上八下 要么就是觉得 哎自己自己没钱 自己就很很失落 觉得我也想做一些 有的 有的是说 我很想解决一下 老师的困难 或者是我帮老师 把这个刀草撑一下 都有这种法性就够大了 你想撑伏了嘛 是吧 老师有老师的状态 老师有老师做事的 是吧 方法 老师会解决的 你现在的方法就是 你现在的事 就像小孩子上学啊 小孩子 在上学的时候 他对父母最大的笑 就是把学习搞好啊 他非得帮父母说 我要帮你洗完 我要帮你扫地 我要帮你洗碗打碗 扫地扫不进 然后呢 你把自己那个学习搞好 就是对父母最大的笑声 让父母别操心 是吧 你现在没修行成功 还没圆满的事 你就要 我发个月把稻草撑起来 我看见那个肩膀能撑起来 是吧 把这个稻草撑起来 我们还没有啊 是吧 但是发心是很对的 一发心就成无上 真的就发心 第一个果地是一样的 发散心啊 发心啊 而且你 而且这个世界不缺钱 缺的是承当者啊 是吧 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缺钱嘛 全世界宇宙循环的 流动的 是吧 你确实是成道者嘛 你没成道 如果你成道了 是吧 想帮谁帮谁 是吧 老师也等着你帮嘛 是吧 是吧 没问题啊 发心成道就可以了 是吧 这困点这些的不是什么 自己的 自己的所经济问题 或者什么稻草 如果是说你们留在稻草 或者什么有些 师兄们 大家会 会尽力师兄们 会帮助你们 但是有时候心语力不足 这个是正常是吧 那就自己慢慢解释 没关系的啊 别想太多 也不是自己 也不是自己有问题 也不是这个世界有 什么问题也没有 我们有时候就是卡住了 就是这样 卡住不一定有原因了 这就是佛 住身都是为佛 我们是佛 怎么会不会变无名呢 我们的地念是怎么起来的 那个妄想怎么起来 佛说 他要是能有个原因 还叫妄想嘛 什么没原因 你也是没原因的 卡住 没原因 就是卡住了 是吧 没啥原因 别一定要找个原因 不是每件事都有原因的 不要给自己下个定论 哎呀我被那个事卡住了 是不是我台词欺盟犯了 是不是他的台词欺盟犯了 是不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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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多了 停下来 停下来 不要考虑这件事 一切都会解决 没有原因 就是因为从小的教育 如果你从小生在皇宫 你站在那就是 本太子要买那个香蕉 谁有钱呢 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没钱 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一个穷人的孩子出来 就是先掏包 看看钱够不够 不够的话 就不说这句话了 但是太子出来就是 我要去香蕉 褚褚褚褚褚没跟来 谁有钱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太子 那两个都不对 不要 那样说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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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道做人事 是吧 是吧 就是在人道 我不卑不康 不低不高 就是这样的 骨气气节也要有 在人道嘛 休息人嘛 我没有我不吃 算了 我买不起嘛 是吧 我出去买不起 不就是个香蕉吗 是吧 我看看钱够 算了 我够买了 买了 第二钱怎么办 第二钱再算 这三包还有的是嘛 是吧 有时候耍一下也没问题的 小小的耍一下 是吧 你又不会耍成啥样 休息人比较简单嘛 大家也就是吃喝拉扎睡的问题 你又不买别墅 不买豪车 不买什么 油情啊 飞机的 是吧 你解决个生存问题 你靠你们的能力足够了 是吧 解决自己温饱问题 不用担心 你们都会从民地群里面解脱的 精简 精简困不住你们 把这些都 最后困你们的就是自我 啥也不是 这个世界的东西能困住你们 谁也困不住 你们可以放下全世界 坐在那儿成不了佛 为什么 自我没放忘了 全世界我不放下了 然后就往放自己 我要整个自己 我为啥不是佛呢 我为啥不是佛呢 就这样子 你把自己不放 你怎么能成佛呢 是吧 你的六根也不破 坐在那儿 我为啥不是佛呢 还在人道的无名的折腾 是吧 就是这样 然后大家就骂你 无情无义的家伙 放下全世界 自私 是吧 你不放自己 还不是自私 全世界都放了 又无情又自私 你说好冤枉吗 我是为了成佛才放下全世界的 我这叫牺牲跟付出啊 你放的时候不想放嘛 是吧 但你还是放 是吧 那叫牺牲跟付出 刚开始嘛 后来没放自己叫自私 好像牺牲付出个自私同在啊 刚开始休息就这样 但是第一地如果清楚 你啥也不是 告诉你 你就不能定论 第一地如果不在 佛的空性证件不在 你那就是无情和自私同在 就是那样的 怎么 sending 什么东西 这是知情人 Мне营首席 的 大大的